北市的石门只有18.6度而已 另外像是在桃园的巴德还有新北市中和 今天清晨低温也是只有19.1 至于在今天的水气上面来说反而是比较少 我们来看一下定量降水一个报图 早上的时间是在北海岸地区要特别留意有局部阵雨 那到了今天下午的时段呢 尤其像是在宜兰地区也有局部阵雨的发生 晚上的时段还是在靠近沿海的地方 北海岸呢还有在宜兰沿海这边 要特别留意有一些零星短战飘雨的现象 所以今天要几个重点也帮您统整 今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是比较减弱了一些 所以呢今天的降雨量比昨天相照起来是趋缓了很多 但是还是要留意今天呢在中南部 是属于日野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形态 另外大家很关心是不是又有台风要生成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北海岸东方 确实是有一颗热带性地气压 那不排除它其实最快在今天的时间 有机会呢深层为台风 那如果深层的话就是叫做玛瑙台风 但是呢它的路径还是预计持续往北的方向来前进 所以呢跟我们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 暂时是没有一些直接性的影响 我们来帮您统整未来一周的天气 今天两天水气是稍微比较少 所以呢这个温度来说白天高温逐渐回升 那注意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东北气风又再度增强 所以那北台湾又开始转比较凉 尤其像是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 低温也是下降到了17 18度 那注意到了六日这段时间 这两天水气会开始越来越多 所以呢北部地区东半部又开始转变为 是这种比较湿冷的天气 而且呢要严防的是局部阵雨 回来一周温度的趋势也来关心 北台湾今天开始路到周三白天高温27 28 但是周四到周五又有另外一道东北风开始南下 所以北台湾又会再开始转吃凉 中南部的地区则是不受到东北风影响 但是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以上是这一节的最新气场